他们常说时间就是生命 有的时候一分一秒都可能性命攸关 近日在河北 一名女子在饭店内突发心脏病 饭店服务员立即向路口的执行交警求助 当时的女子浑身发麻不时发颤 为了防止病情恶化 执行交警决定将生病女子送往医院救助 在交警的护送下 原本需要十分钟的路程 只用了四分多钟 当会当兴趣 来 前沛医院 給他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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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点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